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有些弟兄姐妹来信问我们说 没有啊 我读雅各书圣经上也提到 有所谓的称义是要靠行为 我们是靠行为称义啊 那怎么办呢 圣经上不是这样说吗 那到底是因性称义还是靠行为称义 还是两个都要再为称义呢 没关系 让圣经来告诉你 让神的话真理来使你得自由 我们来看 请 雅各说二章二十四节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者行为 不是单因者性 如果你只看这个经文 你只看一节经文 你真的会以为 所以圣经上不只因性称义 还有因行为称义 还好圣经解经的原则 请按照上下文时代背景 还有平行经文来看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告诉你 首先要先告诉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圣经上有两种定义 一个叫做在神面前称义 一个叫做在人面前称义 你知道吗 真的是这样啊 牧师你自己讲的还是真的有 好 让我圣经来告诉你 请看下一页 加大书三章十一节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 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常说 一人必因性得生 所以你看 没有人可以靠行为 靠着律法 靠着遵守一些东西 在神面前称义哦 这是在神面前称义 我们再看下一页 约伯继旧约也提到 我真知道是这样 人在神面前称义 你看好 再来看二十五章四节 这样在神面前人只能称义 妇人所生的只能洁净呢 你看 这边也提到在神面前 人怎么称义呢 所以有所谓在神面前称义嘛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是在人面前称义的部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义义的 你们的心神却知道 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证悟的 这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你们看到在人面前自称为义 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 你们不要只是想要在人面前称义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八节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前 就是公义栏 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法利赛人一直追求的 不是在神面前称义 他追求的是在人面前被人家看到 所以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他们总是想要在人面前 好像很是义人称义 可是我告诉你更重要的事情是 在神面前称义 有些人解决问说 那我到底要在人面前称义 还是神面前称义 答案是 先因为相信而因性称义 单单靠着恩典 你就得救 你就因性称义了 然后把这个逆经得到的救恩 彰显出来 让人说这个因性称义的义人 果真是个义人荣耀上帝的名 你要有好行为 让人家将荣耀归给父神 懂吗 这就是所谓在神面前称义之后 之后才在人面前称义 就算你没有办法 随时都在人面前称义 那要如何呢 神还是称你为义的 我们再看下一页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不说不可坚毅的 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坚毅去杀人 人是成了犯律法 你会发现雅各书2章10到11节 之后就要开始到那个经文 这是那个经文的前文 你会发现一件事 雅各害怕你以为 要靠行为称义了 所以他特别强调 你遵守全律法 犯一条就是犯了重条 特别强调 不可坚毅不可杀人 是十戒对不对 你就是没有坚毅 你杀人还是犯律法 所以你不可能靠自己 可以遵守律法 然后称义的 雅各在讲后面的行为 所以要先强调这点 OK 我们再看下一页 所以好 我们中间节路一点之后 14 15节就说 我的弟兄们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姐妹吃生肉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看这边提到 你会发现这就是所谓讲在人面前 你看这经文有任何一个神这个字吗 没有 你看这边提到我的弟兄们 如果有人说自己 那个人说自己是不是人 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 再来这边说 这信心能救他吗 请问一下有人说自己他 然后后面的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他自己他弟兄姐妹是不是都是人 这在谈的是人跟人的部分 你看赤身肉体 神怎么可能赤身肉体 只有人为赤身肉体对不对 OK 这个真的在讲的事情 是在人面前成疑的部分 我们自己继续看下面 16 17节 你们就是有人对他说 平平安得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 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信心能有行为就是死的 你没有发现 如果一个弟兄姐妹 很需要帮助 你只是说我为你祷告祝福你 然后却没有帮助他 这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这边在讲 你去帮助你的弟兄姐妹 显出那个一人该有的行为 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你要显出那个行为 让你的信心彰显出 那个他复活的大能 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我们再看下一页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 你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你会发现 这边在讲有人说你我 你有信心我有 我有信心你有 都在讲人 有没有 都是一群人在讲人面前的称义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 信心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亚伯罗汉 把他的儿子以撒现在谈上 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所以你就以为亚伯罗汉 是因为行为限以撒 才能够称义吗 放心 我等一下给你看圣经经文 你就会知道 这个经文真的在讲 我们再看下一页 雅各说二章22到25节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 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人称义是因着行为 不是单因着性 我们中间截录好 既女拉何接待死者 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可是你会发现他特别提了 既女拉何 亚伯罗汉跟既女拉何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创世纪15章1到2节 对不起 创世纪15章1到2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你不要惧怕 我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我既无子 你还赐我什么呢 并且要承受我家里的事 大马士格人 以利以谢 你知道这什么时候 他还叫做亚伯兰 这时候亚伯拉罕亚伯兰 大概才75岁 OK我们再看下一页 亚伯兰又说 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身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子 那身在我家中的人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子 亚伯兰姓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你看 亚伯兰姓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超重要再念第三次 亚伯兰姓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他还没有改名叫亚伯拉罕 他叫亚伯兰说他75岁 神就给他因性称义了 你知道亚伯拉罕 以撒生出来的时候他100岁 假设以撒被献的时候是10岁 那就是他110岁 110-75是35年以后 他因性称义只有35年之后 才因为行为被人家看到 耶和华果然是成他为义 在人面前称义懂吗 假设你知道犹太传统说 以撒是40岁才被献的 那就是140-75 65年后 因性称义65年后 才让人家看见 才在人面前称义 在神面前称义 65年后才在人面前称义 懂意思吗 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个是约书拉罕有关讲妓女拉合 你知道妓女拉合 为什么他不讲拉合 就要讲妓女拉合 因为拉合她真的是个妓女 而且她声音上并没有说 她从她接待了这两个人之后 就没有继续做妓女这件事 妓女这个工作她是罪嘛 这当然嘛 对不对 二人还没有坦望 女人就对她们说 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 我们都惊慌了 当我们省略一些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 如果这个女人 是因为接待这两个人才称义 那她怎么会来帮助她们呢 她如果没有听过耶和华的名字 没有听过上帝 她怎么可能接待这两个人 总共这两个人开门 敲门 我们是耶和华的使者来接待我 根本没有这个时间 她们在逃难 她们在躲好不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拉和就说 她亲口直接说 圣经记载 耶和华怎样在你前面 使洪水的水干了 因为你们的缘故 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 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 拉和老早就听过 这位耶和华 洪水干多少年前的事了 对不对 上帝是上天下地的上帝 他已经知道至高神是上帝了 我们再看下一页 所以你知道意思吗 你一直以为你要有行为 可是那个经文其实是在说 拉和 亚伯拉罕 都是因性称义 然后有行为做出来 在人面前的称义 所以你看这个经文 其实要告诉你 约翰福音六章28到29节 就有人问他说 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 耶稣回答说 信上帝所差来就是做上帝的功 和本翻的没有那么那么的有味道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经文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经文 约翰福音六章28到29节 新普及义本 他们说我们也想做上帝的功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耶稣告诉他们 上帝希望你们做的功 只有一个 就是相信他差来的那一位 弟兄姐妹 你因为相信 就在神面前被称义了 然后你把那个救恩活出来 彰显出来 然后也在人面前称义 这是神对你的心意 你要做的是什么 相信那差 你相信那差耶稣来的 也相信那位差你的神 让我来为你祝福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们祝福我们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清楚知道一件事 神因为我们单单的相信 就成我们的义了 然后慢慢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成长 越来越被他爱 有力量去爱人 有一天你会大大的在人面前被称义 然后人家说你这个人真的好棒 果然是耶华因性称义的义人 我祝福你活出这个生命来 与神同行 但要相信一件事 当你软弱的时候 神还是称你为义 神还看你为宝贝 因为你是神可爱的孩子 是他重价买赎回来的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